嗨,我是Kopa 為您帶來的是Rising上的薩莉納斯 直接告訴你 他的數據寶貴及洛靈 是指限定的洛靈原山嗎 我們待會看看,其實不只喔 他離 這個隸屬性的洛靈原山或者是技屬性洛靈原山都還有一點點距離 不過他的好處是領先的時候上場呢 他是一個穩定的龍門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薩莉納斯展露頭角的守護神 很帥啊,黑色的球衣 戰力38010 素屬性 隊伍技 我們以上素屬性海外球員全能力值加22% 注意喔,不是23喔 他的被動就是分數高於敵對時能力值加15% 也就是說如果你分數領先的時候呢 他加了15之後就不會再變了 主要的必殺技能是舊的 這個接球威力只有500 我們看看他的前能 四項 首先是半 三米以上素屬性球員全能力值加3.5% 然後第二項前是同分的時候能力值加12% 但是不包括0比0 待會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能力值加12跟這個能力值加15 然後是接球大師 會彈開的球也可以接下不再彈開的意思 最後一個是盾牌 3% 所以他是3.5跟3 好,給他結論是這個樣子 領先上場很穩 就是15% 但是被追平怎麼辦 先不要擔心 被追平的話還有12% 所以說你不能在 開賽的時候派他上場 你必須是領先的時候再上場 如果開賽的話他是 沒有12 也沒有15 那就是他最弱的時候了 接著是 500的必殺技 救得有點可惜 然後最強的威力 不夠頂級啊 就他最高的 這個必殺技 500乘上他的數據 算出來並沒有到最強的守護神 我給的抽卡建議是 可有可無 當然如果你沒有更好的守門員 你可以去抽他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洛林元3 再加上卡流薩斯 其實你是不需要抽這個守門員的 極限突破建議 當然是接球 這個樣子 然後是球員數據計算說明 40、69都是一樣的 然後計算後單位 請注意我的計算是必殺技乘以數據 這個數據就是指你在 遊戲畫面顯示的那個數據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球員數據主角在這裡 薩利納斯接球 500 橙上 畫面顯示的數據最高是 22.1萬 也就是領先那時候上場 然後被追平的話是 21.7萬 如果你在開賽 先發 就派他上場 那就是19.9萬 所謂的0比0的狀態 什麼都沒加 對照主戰就是 洛林元3 同樣是接球 必殺技520 最高位率23.4萬 最低位率19.5萬 22.5萬是指他 耗費完整體力第一階 因為他是渾身一級型 這個是耗盡完整體第一階之後的第二階 22.5萬 然後這是體力20%以下 19.5萬 我們來 看一下他們的各自的這個 數據喔 首先體力80%以上他是贏 23.4 接了 第1次 完整體力的接球之後的第2階還有22.5 其實還比他的最強威力22.1高 也就是第3階之後 洛林元3才會輸 這個薩利納斯 第3階喔 那當然最低威力19.5是輸 21.7 因為這個 薩利納斯你派上場之後 頂多被追平嘛 領先上場 被追平21.7就會比 19.5高 顯然這個薩利納斯在領先的時候上場 是比洛林元3第3階 以及之後的每一階都還要穩定 22.1或21.7 我們看他面對 史基尼吧 全力狀態24萬 非全力狀態19.8 這個數據是高於他的 不論是哪一項都是 史基尼比較強 接著我們來看 利羅伯特 平手狀態 22.3萬 這是個平手石油加成 7% 那非平手狀態21.3萬 可以看到他是隸屬性 所以他要進他就比較困難了 數屬性客製隸屬性 然後是我們的施耐德月體限定 大敵當前 先是24萬然後是25.6萬 體力20%以下之後 那這個25.6是指三人合體啦 有沒有辦法進呢 顯然是有很高的機會喔 三人合體的射門 然後是松山光 最近很紅的角色喔 松山光20.2萬 不論在球場哪裡 他是基屬性 這個是宿屬性 有點危險喔 這個是有點危險說真的 20.2 然後是 三塔納 我們看看三塔納 是永不放棄的心 這個21.3萬 第一射 第二射22.7 第二射已經高於這個 薩尼納斯了 第三射 24.1萬就更可怕了喔 這是金屬優魂的數據 基屬性的 日向小次郎 這個數據稍微低一點 因為對手不是 洛林元山嘛 他是面對這個洛林元山真的是還有額外加成 當然面對宿屬性他也是有優勢的 技屬性嘛 20萬 第二級21.6 第三級23.2 其實看起來他還比 三塔納斯吃虧了一點 所以因為他的 這個特效裡面有像是針對洛林元山 宿屬性洛林元山 接著是伯也龍馬 渾身一級25.2萬 很高喔 體力20以下21萬 就看起來伯也龍馬對這個薩尼納斯是可以進球的 接著是大空益 大空益這個我放的是低空數據 低空射門大敵當前 第一級就有22.2 基本上可以進了啦 體力20以下就高達25.3 但是這個大空益很少有人會給他低空射門 這只是給你一個參考用的 好這是守門威力圖 更新之後呢 22萬以下我已經不再顯示了 我們看看 薩尼納斯在這裡 領先時候上場在這裡 22萬 他是輸鋼本洛林 你看他還輸他一點點 很接近 這兩個數據很接近 但是這是指平射 他是只要領先上場就是這個數據 然後他還稍微贏一點 贏這個 技術性洛林元山 使用力等於SGG可以面對日本 以及禁區外 這兩個數據是一樣的 就是面對海外但是禁區內 這個技術性洛林 你看他比這些守門員是稍微 弱了一點喔 比如說這一個 當然他可以很穩定就是這個輸出 領先的時候 像這個是面對前鋒可以到22.5萬以上喔 這個是愛斯帕達斯 我記得是22.6 然後這個是22.9吧 這個是赫蘭德茲 落後的時候上場 相比這 次世代的守門員 也就是四周年的守門員 這個 隸屬性的洛林元山也在這裡啊 全力狀態也是超過22.5萬 不過他非全力狀態就輸他了 卡劉沙斯在這裡 所以四周年守門員基本上 他看起來是最強的 數據反而是落後在這幾位的後面 所以是有點可惜就是了 好 那當然最後不變的還是要講 洛林元山面對禁區外 始終是最強的喔 然後 技術性洛林元山面對海外 一樣是禁區外 所以禁區外就是這兩位守門員實在是太強了 他們針對禁區外是有加成的 那大致上這些守門員的位置圖是這個樣子 那做個總結吧 這個薩利納斯 如果他是技術性會好一點 現在比較紅的是松山光的遠色 他是素屬性 所以其實面對松山光遠色他也是有危險的 如果 沒有辦法推出更強的必殺技的話 他的局限就是 剛才看到了大概就是在22萬出頭 相對來講面對技術性的射手 我想他是 沒有辦法很吃香 因為我們看到卡劉薩斯其實已經會被一些射手給射穿了 卡劉薩斯的 最強威力都比他高了大概1萬 23.1萬吧 都已經快要守不住這些技術性的射手 或者是甚至史基尼這樣 素屬性的射手 你說今天 放一個素屬性的薩利納斯最高威力才22.1 我是覺得 有點奇怪 看起來這個 製作團隊把這個 洛林元山放成一個天花板 恐怕要等到下一個月底限定的守門員 我們才能知道 到底最新 這個GK的威力 能夠撐高到多少 顯然目前就是這個樣子 不論出什麼守門員都會低於 限定的洛林元山 這樣也不錯啦 至少我們不會因為守門員而去追逐更新的卡 這些卡對我而言就是 歸類在可有可無 如果你有洛林元山跟卡劉薩斯的話 其實你並不是一定需要這樣的卡 以上是我對他的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